我知道很多网友说 崔啊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日本的福岛核电站 核废水这个事 你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不着急 这个事对我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那么重要 我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两个原因 第一 就是十几年前 这个福岛发生了 这个九级地震的第二年 我应这个日本NHK的邀请 作为国际记者 到灾区进行了采访 很详细的采访 采访了好几天的 这个我的所见所闻 我在这个油管的视频里也跟大家报告过 待会可以再讲一讲 所以我知道的情况可能比你们知道的多 这是第一 第二其实我更关心转金的时候 因为日本的废水也好 海鲜也好 我觉得没有一个礼拜 到不了我嘴里 但是这个转基因 我每天躲的 我都躲不开 因为我们摊上了一个中国的叫农业农村部的这么个地儿 瞎话连篇 他最新的一个瞎话 是说 杭州亚运会没有对这个转基因的要求 你废什么话呀 什么叫没有对转基因的要求啊 你就直接告诉我们 杭州亚运会用不用转基因 你就说这句话 行了 你说得出来吗 你敢说吗 但是我敢保证的告诉你 杭州亚运会不会用转基因 这已经是所有国际性会议 包括这个体育赛事的惯例 不光中国不用 国外的也都不用 国外不用呢 容易一点 因为他们那转基因东西没有那么多 中国不用呢 就比较难 第一 全世界70%的转基因都销售到中国 这是第一 第二 中国的滥重规模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 为什么最大 因为你农业部都说不出个一二来 到今天 你都不知道 这个中国大地上种了多少非法的转基因 而且我们说的指出来你的 比如说水稻的转基因 你被欧盟 把米制品退回来了 比如你海南非法种植的夏威夷的木瓜转基因 你都不敢应答 你从来不敢应答 你农业部换了几个部长 都是顽固左右而言它 一句实话没有 平复一下我的心情 先来看一下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报道 这也是多年前的 好 我们进入今晚关注 转基因是上个世纪80年代诞生的技术 主要是通过分子生物手段 将一个生物体的基因 嫁接到另外的一个生物体 从而导致生物的遗传特性发生变化 转基因食品从诞生起就一直伴随着争议 今天黑龙江大豆协会公布的一份分析报告就认为 人们患癌的原因与转基因大豆油高度相关 我们通过这个分析报告 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说 国内这个肿瘤 这个发病可能与这个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是高度相关的 王小宇说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源于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 他认为河南河北等地是我国肿瘤发病集中区 而巧合的是 这些地方基本都是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集中区域 另外黑龙江辽宁等地不是肿瘤发病集中区域 基本上都不以消费转基因大豆油为主 您看这个江苏省山东省 他们同在这个沿海省份的 那么江苏是一个肿瘤高发 但是呢这个这个这个 山东呢他却不是 那么仔细发现的这个山东省呢 他是以这个 以这个这个消费这个国产大豆油 以这个花生油为主 王小宇说 湖南湖北浙江贵州这些地方 人们主要吃菜籽油 肿瘤也不高发 看到了吧 这个黑龙江的这个王小宇先生 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啊 和思考 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就是用转基因豆油 这些地方 癌症发病率比较高 哇 这个当时这条新闻啊 这个遭到了中国农业部的这个 猖狂反击啊 就逼着人家拿出证据来啊 就是说肿瘤是高 肿瘤高发是高 但是跟我们转基因没关系 跟我们农业部没关系啊 呃 食品的这么一个广告 然后他就是呃 这个问我说这是真的吗 崎老师 我说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这个也是很早 大概是90年代末 还是2000年初啊 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啊 农业部后来怎么解释呢 他说就是农业部的个别人 他就差直接点名了 说是这个幼儿园的园长啊 他自己自己决定的 加上这么一句话 不代表农业部的态度 我现在呢 要引导这个网民思考啊 不是不代表农业部的态度 是我想问 在那个年代 就90年代末 2000年初 99%的中国人都不知道转基因是怎么回事 都没听说过这个词 而你们农业部的幼儿园的一个阿姨 或者一个园长 都要对家长保证说不用转基因了 也就是说你们知道什么是转基因了 你们了解了转基因的优劣 你们知道了他的内部信息 甚至你们也听到了你们今天所认为的是谣言的 也就是说转基因可以让人不孕不育 转基因可以致癌 可能听到了这个现象 你们才信誓旦旦的向那些家长发誓 说你们这个不用转基因 你们凑蛋不凑蛋啊 啊 在全国老百姓还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的时候 你们已经防危杜见了 你们已经雷起防火墙了 你说你们凑蛋不凑蛋啊 你们主管全国的农业 全国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食品安全 有一多半都攥在你们手里 你们这帮王八蛋就这个样 你还好意思说 还说他只代表个人的这个想法 那个人谁给他科普的 他怎么那么先知先觉呢 然后最近还撒谎 说他们吃的东西都是街上能买到的 是吧 当然都是街上能买到的 有人就带个这个铝戒指或者铜戒指那鞋底 有的人就会带个金戒指啊 带两个金戒指去炫耀 他都是戒指都是街上能买到的 但是有的人买得到有的人买不起 明白吗 你不要用都是街上买到的这句话来糊弄老百姓 比如我想问 农业不吃的腐竹 为什么要吃有机的呢 为什么要吃非转基因的呢 这个腐竹 有机的和非转基因的很难买在市场上 我们现在想买都不知道在哪买 你们时常已经大张旗鼓的吃了 你们为什么不吃转基因的呢 你们为什么非要吃有机的呢 再说了 这腐竹不是大米不是白面 这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啊 你看你们把自己活的那个精细 把自己那个命看的那个重要 你们怎么不对老百姓这样呢 再看另一张照片 大家看 这个农业部的大米是专供的 是专门给他提供的 他是大包装 我这都有录像 他大包装他吃不完呢 他就把它改成小包装 把这个小包装拿出去卖 因为他这都是人家送的 他还拿出去卖 然后农业部呢 有自己专门的生产基地 就是特供基地 在哪呢 在吐鲁番 你看他选的这地方多好 日照时间长 昼夜温差大 产的西瓜都比别的地方甜 葡萄都比别的地方甜 而这个地方是农业部 食堂 主要蔬菜水果食品的 这个特供基地 你现在当然可以否认说没了 废话 当然没了 你敢有吗 你敢有 你的部长三分钟就下台 你知道吗 但是你敢说 你们农业部从来在吐鲁番 没有过这样的特供基地吗 你们敢吗 你们敢摸着良心说话吗 我倒觉得是你们敢 因为你们从来就没有良心 你看你们干的这一件件 一件件的这个事 我前两天骂完你们 我说了 我说 我除了把我知道的这些资料 告诉这个大家 分析给大家 我也会把国内外的那个科学期刊上 登的专业论文 是专业的期刊 正经八百的期刊上 登的专业论文 提供给这个 这个网友 然后你们自己去查 去鉴定真伪 看看是不是世界上有很多科学家 通过这些专业的科学杂志 严肃的发声 认为转基因食品会致癌 会让人不孕不育 而且呢 我提示大家 为了你看得清楚 我希望你这时候开始截图 应该是六张图片吧 你们来截图 截图 把这个事情看明白了 看看这个第六条 第六条呢 还是二零二二年 很近 离现在啊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 呃 陈 申 这应该叫 应该可能是叫 申陈 等学者 对转基因食品消费 进行了动物和 人类人类研究的 系统 审查 他举了一些具体的事件 他说这些事件都已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获得监管批准 结论 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严重不良事件 包括死亡 肿瘤 或癌症 还有明显的低生育率 学习和反应能力下降 以及一些 器官 异常 在人类群体中进行进一步的临床实验 和长期对列研究 特别是关于转基因食品相关的不良事件 和相应的转基因事件 仍然是有必要的 他表明了在转基因食品上贴标签的必要性 以便消费者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你看 这就是科学期刊上的 而且这很近的 这个还是中国的学者 然后我们看第15 巧了 你看 这也是中国的 2019年湖北省疾控中心的唐小桥 等开展SD大鼠 转CRY2A基因大米T2A-1的实用安全性独立学研究 在老年SD大鼠中 观察到常见的自发性肿瘤 其中 饮食组甲状腺 甲状腺 绿泡腺瘤一粒 肾小管上 上皮腺瘤一粒 脂肪瘤一粒 GM饮食组 乳腺 瘤一粒 第16是2008年意大利的 通过对转筋玉米的研究发现 断奶幼鼠和成年老鼠 在分别食用30D和90D 以转筋玉米为原料的饲料后 淋巴细胞出现免疫表情异常 这一共是18个 这18个呢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下18个研究的结论 然后后面呢 给了18个的索引 也就是说 你都可以按照这个索引去查到原文 仔细的观看 甚至更多 为什么 就是为了狠狠的删 中国农业农村部的脸 为什么 因为你们说 这个转基因造成肿瘤和不孕不育 都是谣言 造谣的人别有用心 你看看 这是全世界的科学家 用科学研究的方法 发表在正式的科学期刊上 难道全是谣言 全是别有用心 只有你们农业部科技司那几块料 他们就能把转基因说的一千二百 他们说没问题 就没问题 你蒙谁呢你 那么我们就假设 假设农业农村部 这一套卑劣的手法 能蒙中国的老百姓 甚至大部分中国的老百姓 我跟你说 辅导这个核辐射事件 免谈 真的 我们不说要什么科学基础 不说这个 我也不懂多少科学 咱不说这些 他要基本的逻辑 知道吗 他要要基本的逻辑 他要要基本的事实判断 你得会这个 你这个都不会 我没法跟你谈 从哪儿谈起呢 对吧 所以呢 这有好多人在迷信转基因 认为农业部 农业农村部说的对 跟他们是司马家头的粉丝 这是异曲同工之妙 那这些人 他既可以是司马家头的粉丝 也可以是中国农业农村部的粉丝 还有可能 司马家头的粉丝 是中国农业农村部的干部 甚至是高级干部 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是个死循环 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网上呢 有很多教大家 鉴别转基因 和非转基因区别的 还有一个顺口溜 特别长 说是崔永元编的 不是 崔永元从来不编顺口溜 没用 然后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 所谓的转基因 和非转基因 你用肉眼 是观察不出来的 是没有办法观察出来的 他必须要用仪器 所以这就给老百姓造成 造成伤害的这个可能性 翻倍的可能性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哪怕 这个买个马桶 他合格不合格 买个木地板合格不合格 我们都能凭经验 有一些办法去应对 而在转基因 这件事上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也没有经验 而且这个事实告诉你 除了那些科学仪器 你的眼睛 甚至你的嘴去识别 都是无效的 全都是无效的 我没从这个科学上去探讨过 我在田野上观察过 也拍过这样的片子 你比如说 放两堆玉米 一堆是转基因的 一堆是非转基因的 那么这个鸟呢 就会知道是吃非转基因的 然后同样 你把转基因的粮食和非转基因的粮食 放在地上 这个蚂蚁会吃转基因的 它不吃非转基因的 当然 这都是就是很偶然 或者说很临时的实验 它没有这个真正的实验室的实验 那么严苛 而再说个难听话 蚂蚁都他妈的不好找了 现在 没多少蚂蚁了都 这人类这个祸 又是转基因 又是添加剂 又是这个抗生素 又是农药 又是重金属 那人都活不下去了 蚂蚁呢 没什么蚂蚁了 我们小时候 那个就生活在一个虫子的世界里 现在都没什么虫子了 现在 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他妈的坏人 这坏人比虫子那么多 不知道多少倍 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这个我再简单总结一下 农业部说 赚金 食品不会造成这个人生癌症和这个这个不孕不育 段子绝孙 说这些都是谣言 这个今天我用事实证明农业部是在撒谎 是在放屁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用实验证明 很多科学家一定用自己的科学实验和科学文献证明了 转金就会食品就会让人得癌症 就会让人不孕不育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 你们可以看的再仔细一点 第二就是这个他们自己把自己照顾的非常好 他们在这个图鲁番有自己的特供基地 他们吃的都是有机食品 他们吃不完还拿到市场去卖 他们自己活得很精细 他们的幼儿园在很早以前 在在人类还还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 他们幼儿园就宣称不吃转金的东西了 他们这个食堂的腐竹都要吃有机的非转金的 他们把自己伺候的就像那个种株 就是像国外进口的那个种株 就是伺候的非常好 拿中国的老百姓不当人 不当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没有那么愤怒 而一提日本这两个字马上就愤怒 我觉得这个愤怒应该转移到中国农业农村部身上 因为他们是货真价实的在害我们 这个回过来 我们再简单说说日本 先不说核辐射 咱们先说转移 那么日本只种了一种叫蓝色妖姬 是蓝色的玫瑰花 这么一种转金的植物 然后他要种其他的 那么在厚生省的网站上 就有一个老百姓投票的这个一栏 就是你只要是日本公民 你就可以投上一票 就是你赞成不赞成 结果80%多老百姓都不赞成 所以日本就没有种转基因 日本就没有种植转基因 日本也没有科学家跳出来 也没有一个叫李文娟的科学家跳出来 说啊那是科学 那个没有问题 没有因为老百姓不喜欢 所以就不种了 老百姓不喜欢就叫科学 这比什么都科学啊 所以日本是食品是非常安全的 这毫无疑问啊 那么当时我去日本采访 这个辅导核电站的时候啊 因为他是他们请的 这个五个外国记者之一 就是给你提供最大的方便 你的采访提纲 采访内容 包括剪辑方式 全由你来决定 我们就是配合你 给你工作人员 我首先提出的 就是采访东京电力公司 因为这个辅导核电站归你们 我当然要要先采访你们了 被他们蜿蜒谢绝 我就很不高兴 但是东京电力公司 他不是个政府屋门 你又没有办法 对吧 他是个商业 商业企业啊 工业企业 你没有办法了 他有这个拒绝你采访的权利 但是我觉得他拒绝就说明了问题 如果他那好像他 他要像中国农业农村部做的这么好 他巴不得我去采访的 对不对 啊 这这件事我 我记得很深 呃 第二件事呢 就是说 当时说30公里以外 离这个福岛核电站30公里以外 就是安全的 但是我们走到100公里的时候 就不让我们进了 就说有会有这个核辐射的这个风险啊 然后我们说了半天 说是哎 还是可以请来的 我们希望离这个核电站 越近也好 这样对我们的采访和拍摄有利 这样才允许我们又走了20公里 就是走到了离福岛核电站80公里的地方 就再也不让走了 80公里的地方 我看到的是日本的那个自卫队 他们在掘地 不是三尺 在掘地一尺吧 把这个地上一尺的土 全都给掘了 把它掘了以后 放到那个黑色的塑料道里吧 啊 就是把这个 这个地上的土都挤下来了 那这些土呢 都堆在一起 要深埋 然后老百姓的那个房子呢 都在一边一边的在消毒 那我们就想访问一下的那个 这个房客啊 房的主人 但是都没有人 只有一家 有一个老太太 她在 我们访问她 说那个大家都去哪了 说大家都搬走了 都投亲靠友 到横滨啊 到东京啊 去那些地方 那您为什么不走呢 因为我没有这些亲戚 所以我只能在这住着 那您觉得 这个危险吗 那我觉得是危险的 那还是不安全的啊 就这些都允许我们采访 也允许播出 在日本的NHK电视台播出了 啊 这呃 这是一个 呃 这次呢 就是她这个 河沸水 排海的这个啊 我有一段 我看她心里是不太舒服啊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她有四种方案啊 就白 包括排入这个 呃 地下 包括西市 排海 呃 蒸发什么的 她有四个选择 最后选择了这个 这个 西市 排海 选择了这个方案 这个 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 我是很不舒服的 真的 因为世界上的核电站 太多了 我们中国在全世界排第三 我们是有三十多个 还是五十多个啊 日本是有七个啊 有这么多核电站 我觉得不能核电站出事以后 你再琢磨吧 这核电站出了事了 然后再琢磨说 有四套方案供我们选择 我看我 我们看我们用哪套方案 因为这个 这个核电站出 这个出事啊 它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 对吧 这个越早处理它越好 你不能还商量方案呢 对不对 如果说 这个 如果说 这个核电站 就这样 香港烫手山药 在各个国家出事 包括切尔努贝利啊 这个 这个 苏联出国两次了已经啊 这个 任何地方出事的时候 都要 临时 商量应对方案 甚至 当做一个密文 这个密不外传 什么这种 那我就觉得 你这个 呃 核技术 民用 那还不到时候 就你人类还没有这个能力 就是啊 你现在过早的使用了 所以一出问题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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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保障 钉钉钉的问题 就是你解决不了的问题 啊 呃 这是我的 我觉得这是我的主要观点 那么 那么现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啊 包括其他国家 就关心这个 其实都在都在盯着 大家也 这两天可能看这个消息 看的也多了啊 他是先到美国 然后绕绕绕绕绕一圈 最后到菲律宾 然后才到中国啊 其实这个核废水到中国的时间 应该是 是最晚的 但是这个 这个快和慢没有意义 因为他最终是来 对吧 他最终是来 那么他里面这个 这个 呃 比如川啊 什么的 这个这个 他的这个存量啊 到底符合不符合 这个安全排放的标准 我上次说过 我上次说过 这就是考验公信力的时候 比如说 日本政府说没问题 东京电力公司说没问题 国际原子能机构说没问题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 你信他们吗 如果你要信日本政府 信东京电力公司 或者信国际原子能 原子能机构 那你就放心 这事过去了 没事 啊 他也告诉你了 慢慢的来 一年排多少 不是以死全排 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公信力 换句话来说 这个是中国农业农村部宣布的 我崔永元就不信 因为你们平时就瞎话连篇 我就不信 那么日本核废水这个事情啊 依我对以前这个日本政府 包括他们这个管理部门 这个负责任的态度来看 我现在觉得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要观察 为什么要观察 就是因为这些年我去的地方太多了 真的 很多在我这个心目中美好的地方 比如说加拿大 比如说美国 啊 这个 还不包括日本啊 就是很多国家啊 就当我去 不断的去 总是去 和他们打交道 和他们的利益集团打交道 那个时候 我深深的失望 我觉得书本上描述的 或者别人给你 告诉你的那些 很多不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当你是个旅游者 当你到那去花钱 去买旧货 啊 去去去 去看拖义舞 啊 那没什么事 那你就会很开心 很高兴 对吧 但是当你去调查转基因 你要跟FDA 啊 要跟美国农业部 啊 要跟这些部门打交道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不妙 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啊 也没有那么公正 啊 呃 这个相关部门 对他们的监督 也没有那么到位 然后你能感到 这个利益集团 他们的能量之大 啊 这个面目之可憎 啊 之可恶 啊 这个 你会有深深的感觉 啊 然后就会让你有更深的思考 让你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看到一个国民 就升起 这个热爱之情 看到一个国民 就升起愤怒之情 看到一个国民 就升起 证悟之情 你不会那么简单 脑子不会那么简单 包括在他们国家 甚至我们国家 出现的所有的时候 你都会要仔细的看 你要看根据 你要独立思考 你不要倾心 任何人 给你 给你的结论 啊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 真的 我那天描述过 在蒙马特高地 看 看大家 眼睛都 像散了桶一样啊 那么休闲啊 喝着咖啡 喝着饮料 但是像我这个活法 就是很累的 没办法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 要活得很累 他的累 是为了更多人 活得轻松 伟大吧 就是这么了不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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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